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2月6日 剛才我在網上很多群組都看到 今天有人一直傳說 中國估計死亡率實在太穩定了 所以覺得中國是造假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有見過這個文字 由1月30日到今天 將死亡人數除了確診人數出來全部都是2.1% 當然如果你是深水清的話 我相信你也有像我這樣 其實2月6日 2月5日死亡率都不是2.1% 老實說這裏真是老屈了 他說一定是這樣 2月5日死亡率是2% 而去到2月6日死亡率已經下降到1.9% 當然他們一直都說中國是造假 亦是很多人盲目相信這個說法 所以我覺得今天需要跟大家去研究一下 澄清一下 以及我們用一些客觀的數字去看看 到底中國在死亡方面有沒有造假 那我就很破例地找了蘋果日報的資料去跟大家分享 那這裏絕對不會站在中國那邊 大家都知道他的立場 那所以我相信拿他的資料來分析的話 應該不論政治立場都可以接受到 那蘋果日報今天就有一個報道 就說台灣今天增加兩例 全球超過2萬8千人 確診565起死亡 那他就分享了一個圖表 就是大家現在眼見的這個 那我們就不要看中國不要看台灣 因為這個是台灣蘋果日報的報道 所以台灣是非常重視的 然後我們看到在全球那裏 確診的2萬8千282人 那死亡的人是565人 這個是包括中國國內的 那我們將他跟中國對減一減的話 我們就看到原來他的確診人數 就應該是有229人 就是中國以外的確診 而死亡人數應該是一個人 就是中國以外的死亡人數 那基於這個表 大家可以把這個圖看一看 先看清楚 看清楚 記住它 我們就看到菲律賓3人 確診1人死亡 日本45人確診 新加坡28人確診 一直到最少的比利時 西班牙 瑞典 芬蘭 柬埔寨 斯里蘭卡 尼泊爾 都是只有一個人確診的 那我就把這些數字 就全部輸入去Excel 就得出來 現在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螢光幕這個圖表 我們可以對照一下 菲律賓3人感染 一個人死亡 其他地方沒有人死亡 日本45人感染 新加坡28人感染 我全部都是根據蘋果日報的資料去輸入 然後這樣計算之後 得出來的結果 跟我剛才講的一模一樣 感染人數是229人 死亡人數是一個人 所以現階段的死亡率是0.44% 這是中國以外的數據 我也很確訊 如果有人覺得中國會在疫情方面造假 我相信全球其他的國家地區 沒有必要跟著中國造假 所以這個數字應該是可信 也是代表現狀的 死亡率甚至不夠0.5%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如果我們看看中國的話 中國最新的死亡率是2.01% 其實已經是遠遠比世界各地都高出很多 其實我覺得世界各地的感染的人數 其實已經可以足以反映了 今時今日這個疾病 其實並不是大家所想像的那麼恐怖 因為我們從世界各地的死亡率已經看到 其實死亡率還不夠0.5% 其實這個是一個重感冒相弱的死亡率 所以大家如果是因為這樣的死亡率而成為恐慌的話 我覺得真的很不值得 你想想如果流感爆發 基本上每年都會定期有的 有沒有去到恐慌到要搶水搶糧和搶廁紙 我真的未見過 但是為什麼今次大家會這麼害怕呢 我亦希望今次可以成功地為中國披搖 因為我們看到原來中國統計出來的死亡率 甚至是遠高於其他世界各地所統計出來的死亡率 所以我覺得中國今次是不可能就死亡率方面去造假 當然啦 他不會做低度 我相信他們也不會強行將死亡率造大去嚇人的 所以我相信官方所發出來的數據 是相當可靠 希望大家不要再被市面上的 製造恐慌的言論去影響 我們作為香港人 我們要有雪亮眼睛 看清楚事實的真相 今天這一段的分享到這裡為止 如果再看到有值得和大家分享的資訊 我會再錄一段片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如果想盡快收到我新片的通知 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多謝各位 有機會再和大家聊過